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的时间,2021年6月28日的晚上 这里是我Raymond Wong,还有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评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之外 还要撞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宣扬和平理性的声音 千万不要让这些极端分子拿了社会的话语权 好了,这节节目又要讲一讲晶片的问题 在《正向报》的节目2021-0507K 《害人中害己晶片坊玩残美国制造》 在那节节目中,我们说过美国制造一些洗狗机的东西 就找不到晶片,弄得连这些洗狗机都不能正常生产 好了,有了这个问题之后 当然也要把问题射到中国那里 在那节洗狗机的节目中,我们也说到美国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也有假晶片的情况出现 就是买了那些晶片,发现原来是不行的 因为缺货嘛 那些货不知道怎么来的,那就找些假的先顶住 好了,在昨天 我现在当然手上没有拿到一份大忌丸 但是我看到他们 竟然报出来 全球缺芯片 中国市场现大量假芯片 那大忌丸的报道是怎么说的呢? 这是香港的报道,这是大忌丸的香港报道 他说近日全球芯片短缺越演越烈 从汽车、手机、家电产品 多个行业的生产都受到影响 正当全球半导体行业 那报道就说假芯片有两种 一种就是在电子垃圾回收的旧晶片 另外一种就是在正规生产线上淘汰的残似品 这样说的 那他当然了 就是当然再要吹大一点 就是说这些假晶片 就会流入了一些消费电子产品领域 那和汽车不同呢 这类产品的厂家 通常不会对晶片和供应商进行长期验证和测试 尤其是对一些晶片性能和工艺要求 较低更生换代快的产品 就很容易流通假晶片 究竟这一个说法是真还是假呢? 那很坦白说 我自己是不信这份内媒讲的东西 其实假晶片一向都有的 厂家是有把关的责任的 就像我们在之前那一节节目 2021-0507K 那节里面说的洗狗机厂家 他会邀请一个中介 去看看晶片是真还是假的 那个中介是要验证晶片是可以的 那个洗狗机的工厂才会买的 那我相信在内地的情况是类似的 那就是有人说 如果在电子垃圾那里回收晶片 那如果在电子垃圾那里回收晶片 其实那粒晶片如果还可以的话 那问题呢 可能也有些的 但是不是那么严重 那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就说 这个收回旧晶片 他们就是 会去除旧晶片上面的证据 再进行清洁包装 再用更低的价格 二手卖给下游 老实实 我是不信的 太浪费时间了 因为现在 中国有制造的晶片是不缺的 坦白说 中国有制造的晶片 现在没有什么升水 其实供应是坦白说不缺的 现在缺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靠台积电 三宿 其实最主要就是台积电 和其他台湾厂商生产的晶片 那些是缺得很厉害的 好了 如果问题是这样的话 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拿一些旧的晶片 假设台积电生产的新晶片呢? 我是觉得不可能的 严格来说 这个报道是假的 就算它引述内地的经济观察网的报道 我都不认为是真的 当然了 原先那个报道呢 我们都找到出来的 那么它就说呢 除了刚才那种途径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将正规生产线上的残次 晶圆再封装 再以次充好地卖给下游 这个 很坦白说 我都觉得不可能 因为如果是正规生产线上面 有残次的晶圆 你要拿去封装 哦 那就要找另外一间晶圆去封装才行 那你做假的人 是不是要有一间晶圆厂去做封装 这么坚抽呢? 所以我是不信的 又是 很废人力物力啊 接着你做假都做得很 很扔本去做 既然你这么扔本去做假 不如你做真的 做真的 是啊 是啊 所以 现在有很多新闻 报出来 其实就是 测试着大家的智力 如果你相信就麻烦了 因为这个内地的 经济观察网报道完之后 其实呢 去到外边呢 只有台湾地区那些 通讯社就狂暴的 还有大忌院 哦 不知道什么了 因为我们之前做 洗狗机那一节 都有说过的 假晶片是有的 不行的是有的 但是有中介去打关 那么他还引述哦 嗯 那个晶片代理他就说 哇 这些这样的晶片啊 跟真品比呢 性能可靠性 保质期都是通常不够的 但是 很坦白说 如果你说是残刺晶元进行封装的话 本身装了下去都用不了 是不是啊 如果你说旧晶片 再重新包装 再去用 那也有可能的 可以用到的 但是你说什么 残刺晶元再封装 接着二次冲号 买给下游 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不是随便就可以封装这个晶元的 不是叫你包三文字的 大哥 封装晶元是要无尘环境 还要有相关的器材才能做到的 那你本身已经残刺的晶元再封装 那是不是真的装了机完全不觉呢 我自己觉得是不可能的 好了 接着他还说 这些次货晶片主要流通在消费电子产品 和汽车工业的不同 一些消费电子的整机厂商 并不会对晶片和它的供应商进行长期的验证和试验 这个我也不信是真的 他说你不试装进去 这个东西是走不了的 现在不是说随便装进去 它就可以如常运作的 那个电子产品 那当然他引述那个晶片代理也说 假毛翻身的零件 一直都在电子领域流通的 但是今年的情况很严重 原先偷偷摸摸的造假行为 都变得高调 原本中股晶片价格 只有市场价的50% 现在的价格正在上涨 甚至和市场价格持平 老实实 这个我也不信 如果和新货价格一样 那哪有人买你的中股晶片 你就是说不用中股晶片都不行 但问题就是中股晶片 有很多都根本上是不缺的 所以现在看到这些报道 我都觉得是乱来的 大纪院当然会这么说 根据中国国务院2021年1月14日公布的数据 2020年中国总出口金额达到 179,300亿人民币 其中不基本电脑这些摘经济的产品出口金额 就达到了25,100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就8.5% 那不基本电脑 平板电脑 家用电器这些消费类的电子产品 出口合计增长了22.1% 那好了 你听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晶片代理的说法 它说在消费电子领域那里流通 消费电子就包括了大纪院所说的 不基本电脑 平板电脑 还有家用电器 那究竟不基本电脑 可不可以用二手晶片来做呢? 很难 我觉得没什么可能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可能 整帮货会被人免得飞起 是啊 你平板电脑用二手晶片来做 你信不信呢? 我自己就觉得没什么可能 这一件事真的 除非是很平价的不基本电脑 和很平价的平板电脑 那如果是很平价的不基本电脑 和平板电脑 那些叫翻身机 那翻身机 翻身一些晶片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们这里也有翻身机买的 就是拿去厂那里翻身 譬如iPhone8 现在还买到翻身机的 拿回厂那里翻身的 有些厂是特别翻身的 但是不代表它是假东西 也不代表它是以次充好 只不过是翻身了而已 所以将这件事说到是造假 老实实我是不信的 那家用电器 消费雷电子产板 那会用次货晶片 那如果用次货晶片 它要给同样的保养 下家的 那就会用自己来玩 是啊 你明白我说什么 现在基本上就是有很多媒体 就是在内地做一下谣先 然后出口再转内销 哇 非常恶毒 我觉得这种做法 因为呢 那个报道呢 刚才我说漏了 除了去了台湾地区之外 还去了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 和香港都有报道 不可能不投诉 如果有那么多次货 那么多问题 所以我是不信他们说什么 很老实说 你说有假晶片是真的 这个是有的 之前我们做洗狗机那一节 都有说是有的 但是厂商是要把关的嘛 还有厂商除非自己的商与是不顾 怎么会用那些 电子垃圾里面回收的旧晶片 或者那些残次品 怎么会用呢 就算我自己操钱的看法就是 Tesla 它用新晶片 都可以有迫力问题 或者其他问题 是吧 那有没有可能 用那些旧晶片 或者淘汰残次品 做了出来的东西 货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过到关的 很难啊 老实实我绝对不相信 那当然了 就是现在大忌院呢 他当然中间就要讲一些其他 无关痛痒的新闻 那无关痛痒的新闻 那我们讲一点 他就找了台积电那些说法 那其实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因 他就没有说过大忌院说的东西 因为大忌院他就说 刘德因说过 从2020年初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 全球的供应链遭到破坏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之前呢 都好像有做过节目说台积电说的东西 他说从2020年初 开始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 他没有说过中共病毒啊 大哥 这个大忌院他说什么啊 就是强硬屈楼德因说的是中共病毒啊 那当然他里面有说到 其他中国公司团货团的晶片 那其实这个团晶片的行为 一向都有的 但是你说 是不是这些团了的晶片 就可以跟这单做假的东西有关系 其实就没有关系的 因为团得那些呢都是 坦白说 比较高端一些的晶片 就是做假是做不出的 就是不是随便可以装一些次货下去 那部机是会没问题的 是没可能的 那当然了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二手晶片市价一半 已经涨到和市价持平 这个根本又是没可能的 那报道就说 如果将二手晶片重新包装销售 在刑事和民事方面都有法律风险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 责令晶片代理商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活收销毁侵权商品和相关制造工具 对于违法经营处义罚款 以次冲号也触犯刑发生产销售毅劣产品罪 老实实 如果你以次冲号 是不是真的会没人把关过到骨呢? 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的 那他还说有些情况 那份报道说 有些买家因为缺货降低成本 对于非法晶片采取默许态度 故意将真货、假货混一起使用 做假产热链的背后消费者承担了最大的风险 坦白说 我不觉得那些大规模的厂商会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风险实在不值得无 那你说那些小厂会不会无这个风险呢? 但是有些小厂会无这个风险的 我认为 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 专门去买那些二手晶片 又不测试过就这样就装机呢? 这件事我都觉得没可能 因为那个製成品那个劣品的比例会太高了 其实是小厂都赔不起的 其实是很快爆煲的 所以 现在我估计呢 这篇报道呢 很坦白说 里面说的东西呢 最多只有三成是真的 七成是假的 你说 那些晶片重新包装再卖有的 我觉得 但是你说那些厂是不理照装机 没有测试过 我觉得是不可能 因为你要卖的话呢 都要卖完之后 有钱赚 不会惹祸上身的嘛 是 难度非常之高啊 是难度非常之高 寧愿用真货好过 是啊 所以 看到 中国外地呢 有些媒体呢 都是乱来的 说的东西呢 跟事实距离都很远 很多时候缺货 那些厂家会做的东西呢 就可能是改变设计 用不同的晶片 去做同样的工作 嗯 就好像 他说在垃圾堆里面收回晶片 跟着 再装机 你都要找很多同一款的晶片 才可以拿去 真的拿去工厂里生产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 内地媒体 报道 本身得淡笑 传到去台湾地区 又是得淡笑 去到星马 又是得淡笑 如果信了这些报道呢 那些东西的机会都挺高的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确认 这些报道是 狗流流吃地球呢 我告诉大家 当它传了不久 譬如一个星期之后 大军院报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 大概都是 七八成都是假的了 那好吧 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会再讲其他话题 就是这样 拜拜